哈哈 你的男朋友看起來很不可靠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z 之前我在Instagram 邀請大家不如用一個匿名來電的網站 問一些關於我、關於韓國或任何想知的東西向我發問 至今日為止我共收了182條留言 但問題是有點dry 所以今天我還會做一個目標 可能要吃的就是炸雞 前幾天就在Facebook 原來2017年韓國炸雞的排行榜已經出爐了 可能大家來韓國旅行最熟悉的都是橋村炸雞 但今天我要和大家做木泵的炸雞 就是它的排名比橋村炸雞更加前的炸雞 叫做Peditama 2017年度排名第四 所以剛剛才送到的 我還沒吃早餐,超級肚餓 大家看看 嘩 還是熱的 只要點了兩款 一個是我最喜歡吃的原味炸雞 另一個是醬料炸雞 這個套餐還會跟一個可樂和酸蘿蔔 好,我的電腦就在這裡 我會隨便抽一些問題 和大家一邊吃炸雞 一邊回答問題 所以這隻雞真的超肚餓 這個牌子的炸雞我經常買的 原因就是 它雖然是炸雞但不會有一種很油膩的感 加上它的雞是很滑的 所以經常吃這個牌子 如果大家來韓國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這個 第一條 你真的會回覆我 哎呀,現在快回覆你了 說真的,小巴西的性格 是屬於小小沖泵 小小火爆 但是它有一個底線 它是不會碰女生的 男生可能就會 兜東西隨便 但女生一定不會碰的 我覺得它這點做得不錯 嗯 但我畢業迷惘 我覺得似乎是 沒有個人必經 我記得我畢業的時候 我都很迷惘 但身邊的人都在說 我要補這個MT 我要補這個program等等 其實身邊好像有一些大的氛圍 告訴你 我應該要做些什麼 但其實最後呢 我自己覺得 如果要選一份工作的話 選一份工作 起碼有一件事 無論是性質 無論是你要做的事 是你喜歡 是你享受做的 你真的沒有idea 不如試一下marketing PR 因為這些工作 其實是見很多不同的人 接觸到的東西都很多 所以可以在工作途中 去慢慢找到自己 最享受做的是什麼 而且真的不要跟身邊的人比較 那些人好氣 我做了什麼 做MT 然後就覺得自己 是過了河神 才不是 其實工作佔心 在這麼大的部分 我覺得真的找一份 自己做得舒服 感興趣 和可以發展到自己的才能 是最重要的 名字就是過眼雲煙人 有沒有想過剪短頭髮 覺得剪短頭髮會很好看? 大家就罷了 會看到我的短髮髮 你的男朋友 看起來很不可靠 是這些comment 我在youtube inbox 經常都會收到 其實我覺得小包西不是很喜歡你 但是 譬如我放上網 每條片 五六分鐘 大家又可以了解到 整個性格多少 其實我到現在 都不覺得我是100%了解他 可能我了解他40% 30% 不要總結別人 不單止對小包西 對身邊的人也是 不要這麼快 定論著 最近壓力超級大 有沒有輸壓的方法?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承認自己壓力大 有時候 我們可能會自己壓自己 覺得 可能不開心 可能會 但是忽略了 壓力這件事 對自己的心理 造成一些影響 第二要知道其實壓力大 不關你的能力 不是我很廢 所以我才有壓力 身邊的人 看起來活得很好 就是因為他們很厲害 不是 每個人都有壓力 第三就是想想 做些什麼 你真的很開心 時間會過得很快 譬如我 有時候看狗仔的影片 我會笑得很開心 覺得很療癒 聽音樂 看電影 這些都是一些方法 哭也是一個方法 標籤哭這個行為 哎呀你很軟弱 沒什麼用 你壓力大 就只會哭 是一種情緒的輸發力 找一個適合你自己 幫扎你的空間 你的時間 去進行這些幫你打壓的活動 儲夠氣 才再繼續上路 這件事 就算不是雞腿 不是雞腿 不是雞腿 也是雞腿 有時候吃CFC 但是很怕吃雞胸肉 超級鮮 真的不累 其實有沒有想過 跟小巴士結婚 哈哈哈 你都不小了 結婚呢 是人生這麼多東西 我想做其中一件事 但是呢 我沒有把結婚 特地排到頭三個 一定要做完不做 我慈身抱憾 不是 所以都是很看一個時機 大家不用急 因為我都不急著 很喜歡在我的影片 學到人生道理 還有 我說多少都不會哭氣 剪了很多 很好奇問一件事 但是你還真不真是那個X 嗯 你是不是說的 因為他而來韓國 那個韓國男生 嗯 不真 真人其實都 需要力氣 是嗎 幸人亦要花氣力 幫你完全 move on 的話 你會多謝他 我覺得最大的文化差異 是那個 性格上 可能我都是一些亞洲的 小孩子 我們小時候 就有些什麼 多勞多德 要勤力 這些心理 可能他的家人對他特別開明 他媽媽是有他覺得 你有什麼有興趣 你就去做 包括他現在 其實他都在追上 一種自己最理想的狀態 一個夢 他家人都很支持 好像那些小巴士 是比較及時行樂 一點 沒有什麼大的計劃 所以他憂慮也不會太多 這件事我覺得是最不同的 韓國人 應該都以為 香港人等於大陸人 你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又覺得 韓國人對香港 那個印象是不錯的 他會覺得 香港人應該很厲害的 香港是一個很繁華的城市 香港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但就算韓國人對香港 不了解 就將我稱為Chinese 我都不會覺得是被冒犯 因為我就是我 我是一個個體 中國12億人 怎麼個個都一樣 我都相信 如果你跟我交往下了的話 你會記得 我的性格 多於將一個中國人的特性 總結了看 請問我跟小巴西 曬恩愛的時候 九九有什麼賺 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有些就再老骨 譬如小巴西親密的時候 這隻小狗會怎樣 我們就不傾向 把小狗放在洗手間 或者放到其他空間 讓牠看到我們 給牠一些零食 讓牠分散到注意力 待會再跟文道說 其實文道現在有越來越好 一開始是一個超級困擾 寵物就是這樣 牠們不知道那麼多東西 人情世故的東西 因為牠是哪裡好色的呢 不過是 要討厭遷就大 有沒有試過姐弟丸 有 現在就是姐弟丸 我試了一塊醬料 是牠們的醬料都很好吃 不會太辣 我覺得是適合大部分人吃 馬來西亞小粉絲 有沒有想過幫粉絲改一個名字 每次聽到 譬如有人說 我是你的粉絲 我的心會很去 我就覺得 但是都是人類 不要粉絲 所以通常我叫 一些看我的影片 或者看我的instagram 文章的朋友 都是叫讀者的 改一個名字 都不是不行 但我比較傾向大家 聽說舒服的名字 不是我自己作一個名字 我叫得很爽 所以如果大家有idea 我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集思廣益 想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早上會不會kiss 有眼齒和口臭的狀況 會尷尬嗎 我這個問題極生活化 其實大部分時間 都是我早上去起來的 所以呢 通常我就已經拆牙洗臉 搞定了 在還沒起來之前 我就會經常走過去 嗯 要射腳 他就說我好口臭啊 他的羞恥感極大 但我就覺得很有趣 這個問題很多人問 為什麼我說廣東話 有點怪怪的 好像有點口音 有幾個原因 可能是你一開始看片 是我戴著牙肚的時候 那時候有牙肚 我不是很習慣 真的好像含著一顆魚蛋 那樣 我沒喝可樂 其實都不能把牙肚 我覺得自己也有很多冷音 可能的原因就是 一我語速很快 二可能是因為我日常生活 要講很多不同的語言 例如小巴西講英文 有時候要講韓文 那麼廣東話 普通話其實都會講的 所以 混亂了 讀哪間大學 香港U 你喜歡小巴西 有什麼地方 角色和外表各個都其一 小巴西是一個 外表頗搞好的男子 其實我最喜歡他的眼睫毛 超級無敵場 他睡醒 真的這樣就行了 那 個性的話 我覺得是他的那種 毛離頭天 掉下來當皮 那樣的個性 譬如他明天要踢球 今天找不到對面 他可以明天踢球前半小時 才跟你說 我的對面在哪 我穿不同顏色的襪子 我就不行 我就要完全放空 明天要做的事 我才可以睡覺 Can we go to club together sometimes 我也同過讀者去喝酒 那當然是過天時地利任何 可以的 但你現在匿名 我也無法聯絡你 好 最後一條問題 小媽真的喜歡嬰兒子 嬰兒女 那麼多關於他的問題 我聽說 他是喜歡嬰兒子 因為他想教他的孩子 非常多技能 包括踢球 喝酒 打架 偷女 基本上 搭了打 那些體力溫流 填流 這些問題 其實我一直在留言 隨著很多朋友問這些問題 好大部分的朋友 是超級sweet 留很長的打氣 說話給我 或者說自己故事 真的好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大評 現在channel就是十晚 其實一條五分鐘的影片 如果有一半的人看 都佔用了你們心理中多少時間 好感恩好感恩 你們花幾分鐘在我身上 聽我說我的故事 我的想法 如果影片裡面有些東西可以令到你笑 或者令到你有笑得著的話 是我的功德 你們想我拍的影片 想我不要改變的東西 我會收到的了 我會繼續加油 也希望大家繼續來我加油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告訴我 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快點訂閱 也可以追蹤我 Facebook和Instagram 那圓門以外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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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